怪不得他出生清明界 却说出这么流利的汉语 第二 就是刚才刮过的问题 四山十二门 都有哪些势力 四山是黎山 蒙鬼山 灵山 和我们青秋山 黎山是法师 蒙鬼山主要是鬼 但也有很多别的邪物 灵山是邪灵聚集之所 我们青秋山不用说了 不过除了狐狸 还有很多妖族衣服 至于十二门 说了你也记不住 将来有机会的话 我再慢慢告诉你 叶少阳和瓜果听闻 同时犀利口气 瓜果惊叹道 我原来以为除了人间就是鬼欲 没想到清明界这么牛 我倒真想去见识见识 叶少阳于是问道 清明界怎么走 小九笑道 等我的护法赶来 我可以带你参观一下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叶少阳脑海中 思绪还有点乱 一时也想不到该问什么 想想反正小九最近也没走 干脆将来想到什么再问他嘛 伸手揉了揉 还有些疼的胸口 说道 那什么 小九 你先在这住下吧 等你护法到了再说 小九点了点头 爬上了叶少阳的床铺 侧身躺了下去 他身为狐妖可以不用睡觉 但之前连续斗法 他也累得不行了 需要入眠休息 叶少阳看着他躺下去的身姿 活脱脱的一个睡美人 压了一下口水 挠着头皮 很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个 这是我的床 你能不能去隔壁房间睡 被入什么的都有 小九起身 口中却说道 我说过 你对我不用避嫌 更何况 我们已经有过积父之亲 还用在乎这些细节吗 叶少阳尴尬地愣在了当场 等小九出去 刮过关上门 立刻把叶少阳扑倒在床上 积父之亲 老大 你说你怎么把他收的 原来是靠这种装服吗 刮过声怕小九听见 捂着嘴大笑起来 你赶紧贿赂我 不然我就告诉冷遇见 滚你大爷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一爽样一把推开着他 唬着脸说道 你别乱想 更不要乱传 本来没什么事的 你要传出去 可就出事了 那又看有什么好处了 刮过吐了头舌头 再度凑上来 趴在叶少阳的肩膀上 低声说道 老大 你只告诉我一个人 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 你到底碰了人家没有 真的没有 叶少阳实在烦 从腰带里扯出了一张灵符 在手指里燃烧起来 刮过赶紧求饶 叶少阳熄灭了灵符 拿出手机 给高高打去电话 几通之后 告诉他 三样药草都得到了 问他怎么办 不然我去找你 给你送过去 高高想了想 你找不到我的 我这就过去找你 两三天内就能到 好 小灰还在国外 我这就让他回来 这个你别急 我调配乌药 至少也需要 十天半个月以上 等快完成的时候 再说吧 放下电话 叶少阳长出了一口气 心里很是兴奋 总算看到 旧行小灰的苗头了 但愿中间 不要再出什么意外 在床上待了一会儿 困卷袭来 叶少阳起身 打算去洗个脸 回来睡觉 结果刚下床 就听见 哄咙一声巨响 吓了一跳 冲到客厅一看 地上到处都是水 小九站在饮水机前 怀里碰着一个 缺了一半的纯净水桶 正在心满意足地 喝着水 你看什么 叶少阳叫了起来 我练功需要补充水 但是看到这里有水 不知道怎么弄出来 试了半天 只好拍碎了 小九冲地 仰了仰自己的手 叶少阳看到 一只跟没朝风似的 细长的手 指甲很长 还是红色的 把饮水机拍碎了 叶少阳正正地看着地上的饮水机碎片 嘴角抽动起来 小九也知道自己闯了火 望着叶少阳解释道 这个不怪我 以前的人间 我是熟悉的 但我被封印了一千年 你们现在这些东西 我都没见过 不知道怎么用 你还是教教我吧 好说好说 只是你下次要再干什么 提前告诉我 叶少阳无奈地摇了摇头 正好自己去洗漱 干脆就教小九怎么开水龙头 为什么一开就有水 小九看了师范 十分的惊喜 叶少阳只好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然后教他用淋浴洗澡 正好 我还真想洗个澡 小九拉着他 你先别出去 就在这里等我 万一我弄不好热水 你再帮我弄一下 在这里 看你洗澡 我还是提前教明白你吧 把他彻底教会了 叶少阳逃之夭夭 一觉睡到了第二天天亮 叶少阳起床洗漱的时候 小九从隔壁房间出来 还穿着昨天的衣服 气色比昨天好了很多 早啊 吃点什么嘛 叶少阳热情地打着招呼 小九说道 我不需要吃东西 不过品尝一下也可以 当然 要好吃才行 叶少阳出去 买了三龙小龙包 和一些豆浆稀饭之类的回来 瓜瓜是不吃的 小九拿起个包子 疑惑地闻了闻 放心 没坏 这是什么馅的 猪肉 牛肉 都有 你随便吃 小九有点无语 你见过吃猪肉牛肉的狐狸吗 也是啊 不过狐狸吃什么呀 素的 还有鸡肉之类的可以吃 豆浆你喝吗 点的点头 叶少阳给他一袋豆浆 结果小九不会用吸管 稍微用力 就把袋子直接扯开了 豆浆直接流了一身 叶少阳苦笑不得 吃完早饭 小九表示要出去逛逛 看看现在的人间是什么样子 叶少阳想着自己也没事干 干脆陪他一起去 小九就像穿越距离那些古人一样 在街上看到什么都稀奇 站在高楼大厦之间 看着一辆辆汽车从街上飞跃而广 感到丽丝对于未知的恐惧 不由地拉住了叶少阳的手 看到他一脸好奇加胆气的懵懂模样 叶少阳几乎不敢想想 他就是那个不可一世的九尾天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